hello 大家好 我是瓜牛哥 这里是奥特曼格斗超人 好的 瓜牛哥又来了啊 有朋友想看瓜牛哥玩一下泰迦 但泰迦等级太低 所以我花时间弄了一点奥特核心 我们给泰迦首先升级一下 朋友们 升到30级吧 30级应该够了啊 再把这个技能小小的升一波 看一下还有没有卡片 没有卡片的朋友们 就这样出击啊 我看一下我们的泰迦 能否打赢第七章的剧情副本 那么第七章第一关应该不是很难吧 来了啊 击败五波怪 一共有五波怪啊 很久没完 我不知道泰迦的这个攻击手段是什么了啊 来一堆怪啊 这还有个红幽灵在天上飘来飘去 哇 天 这还要打五波吗 这打不动呀 朋友们 而反而我的血量坑坑的往下掉啊 哇 这第七章怎么感觉比打Boss还难啊 这小怪 怎么个事 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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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打招都秒不了怪 完了完了完了 这打不动呀 朋友们 这怎么打呀 怎么这打了呀 朋友们 你看这打不动 我代表怪跟他按死了 我都掉了一半的血了 不是吧 是等级还不够高吗 还是个什么事啊 终极大招试一下 终极大招 这个怪应该可以打掉的啊 这个可是小怪啊 朋友们 这怎么玩呀 完全打不过了呀 三十级啊 三十级我们记一下 我们这要是真打不过的话 我们 找一下还有没有 等级更高的英雄来试一下啊 看到底是等级的问题呢 还是装备的问题啊 装备我们也好久没有提升了啊 第七章 怎么也是倒数第一章 应该是比较难的啊 所以我这没提升 还是挺难打的 朋友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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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 什么情况 哎呀 来 哇 这里怎么还有一个鬼练鬼啊 怎么突然出来一个鬼练鬼啊 怎么 什么鬼啊 哎呀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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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拖雷基亚 但怎么拖雷基亚才二十多几呀 朋友们 拖雷基亚也才二十多几呀 估计也 也不行啊 也不行 伤害估计也不行 来 第一波怪已经解决了 朋友们 这第一波怪的 哎 哎 也蛮冲撞 哎 哎 雷德王 有点东西 来 直接一个打扎 你看这雷德王的这小动作 直接蹦击击 没有秒掉 朋友们 连一半血都没打到 这怎么玩了 打不动了 朋友们 这也太懒了嘛 哎呦 能量球 哎呦 能量大球 哎呀 这 小家伙在空中跟我飘来飘去 你们 下来 龙卷风 哇 有点难弄呀 朋友们 鬼灵鬼又来了 鬼灵鬼又来了 朋友们 这几波怪还给你来一个小boss玩一玩啊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我的天 我还只有一半的血了 龙卷风 黑暗龙卷风清晰 第二波还是跟他打过了 这要打五波呀 朋友们 这怎么打呀 太慢了呀 这必须得提升一波了啊 哎呀 龙岩雷德王站到里边干 你看这 哎呀 他一个板断 我都要两了 朋友们 打不过 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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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打不了 完全打不了啊 这等级 我们到时候研究一下啊 看到底是等级问题 还是装备问题啊 这个格斗超人里面到底是等级重要 还是装备重要 我还没研究过啊 那个传奇英雄里面很明显 装备更重要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试试 观点个视频 多点赞 下期视频 我们来研究一研究一下 为什么打不过呢啊